今天是一个巧合来的, 因为本来慧妍有一个叫做沙田文化通识广座, 本来在前两个星期就在这个龙华做的, 那个叫做鲜鱼, 那只这样的鲜鱼就走来搅搅镇, 那只鲜鱼一催来就讲到很厉害, 超级巨峰又这样,世界就脚软, 尤其香港政府更加脚软, 于是又说八路风球又三路风球, 韦妍都很稳振, 他就取消了文化广座和私房赛, 就要改旗, 谁知道风没来, 那些人就来, 那些订的位置就来, 吃完就走了, 委员打话给我, 说要改旗, 改六号行不行, 我说没问题, 几六号行不行, 你说行, 于是改六号, 改六号来的又不来, 不来的又来了, 所以今晚变成不是文化广座, 又不是消防菜, 大家见面聊聊天, 我不用用麦, 他说要用麦就无所谓, 一会吃饭时老友到齐聊聊天, 最主要讲龙华历史沙田历史, 最近李小龙纪念都来龙华吃饭, 拍戏就无人知, 一定没拍过陶山大兴, 坐哪张台我都不知的, 那个以前钟炳文先生, 这里的总经理, 现在80岁, 那天有一晚他跟我亲戚, 就说我听李小龙坐哪张台, 我去讲我听李小龙坐哪张台, 叫什么菜, 李小龙的人是怎样的, 因为我都见过他跟他吃的, 一个很有趣的人, 一会大家吃饭, 吃完饭当听故事那样, 不灵修, 用麦就无了, 有feedback, 所以一会就要担心, 不用用麦, 一会再说, 吃饭呢, 原来当年, 他老爸李开串, 常常带他来吃的, 那些旧妥妓, 都知道了, 到他成了名之后, 7、7、7、4年, 他就在那里, 第二张台, 这个钟先生, 以前老板的堂大佬, 他在这做经理, 就说李小龙坐那张台, 李小龙叫什么事呢, 你现在都可以叫的, 他就叫这个红烧乳甲, 这个龙画最出名的红烧乳甲, 这个红烧乳甲, 当年买多少钱呢, 六个六人钱, 六个六, 现在说六十八元是吧, 昨天我跟这个食家维宁谈, 他说六十八元都值, 因为用礼价来算, 就不止贵十倍, 乳甲特别好吃, 所以有些红烧特别好, 那为什么好呢, 他有个原因的, 原来最早的时候, 乳甲卖不切, 多到卖不切, 很多人来吃, 去50年开始, 已经卖乳甲, 试过一天, 最高纪录买了六千只, 都不知道怎么买, 我现在想不到, 他怎样拖乳甲, 那时候自己有养, 自己养在后面, 现在就不是啦, 现在不准, 因为禽流感之后, 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不能吊烧的, 他不能吊过来炸的, 吊过来炸的, 不够时候, 所以他用了这个, 他发明的方法, 用这个老水, 这个锅在后面, 这个大家有个, 有不好的, 就是你不能进去厨房看, 好的你可以看电视, 这个老水呢, 过来就看到了, 昨天刚刚拍了, 那这个老水那个锅呢, 就由1950年开始, 是未曾关火的, 年初一呢, 收工呢, 那些人呢, 都派人来开个火, 庆祝那个老水, 那老水找什么煮呢, 听闻就说秘密来的, 不讲得给人听的, 讲完给人听都不行, 那个个都去炸这个红烧乳鸡, 但是呢, 这个的确经过这么多年, 50年到现在60多年的老水呢, 那老水的汁呢, 的确够了味的, 所以呢, 提议大家呢, 吃这个红烧乳鸡最好吃, 那怎么吃呢, 又不是我说的, 我全部是专家说的, 维宁说呢, 千万不要过刀, 可能不是死鱼来的, 所以不要过刀, 最好呢, 就用成只刺开来吃, 就逐个刀, 由哪里去刀起呢, 唯宁教呢, 由那个翼去刀起, 由翼去刀起呢, 刀完翼就刀脚, 那慢慢再刀脚, 那就滋味了, 慢慢搭清楚那些老水味就最好, 因为呢, 这些乳鸡呢, 是25日到28日的寿命, 一过了呢, 就不行了, 不好吃, 那些骨是硬的了, 呃, 慘厚的了, 是要28日的最好, 那他呢, 维宁说, 他最好是22日, 22日的鱼鸡, 真的鱼了, 那些鱼鸡呢, 就几日呢, 那些, 虽然骨是照的, 但是呢, 味没有那么好, 没有肉了, 那这些特别的脆味就是在这里, 那当然呢, 那些, 另外有一只呢, 叫做豉油黄, 那一只都好吃的, 有一只盐焗都好吃的, 那这个呢, 如果你吃得开心呢, 就不妨又试买, 这个盐焗, 还有呢, 这个豉油黄, 在以前的菜牌呢, 还当花臣, 以前的菜牌呢, 有搓走的, 有搓走焗的, 我没吃过了, 现在中了, 不知道了, 总之呢, 现在呢, 这个乳鸡呢, 仍然呢, 几十年呢, 保持住呢, 水准都不错, 那, 那, 李小龙呢, 李小龙呢, 他说呢, 就是喜欢吃, 干炒牛河的, 以前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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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喜欢吃干炒牛河, 那为什么呢, 可能是翻鬼的意思, 那些翻鬼老呢, 吃头人吃棋味的, 干炒牛河, 啊, 咕嚕肉啊, 吃干炒牛河就开心了, 那, 乳鸡呢, 他一定吃的, 那, 李小龙来到呢, 他说呢, 就是, 最喜欢跟他儿子呢, 因为他儿子, 李国河呢, 就喜欢在那儿呢, 玩下面那个, 叫做, 动物园, 小小动物园, 这个, 这个动物园呢, 小弟, 小孩子的时候呢, 我一九五四年, 第一次进入, 可能他还没出生, 那时呢, 我有个, 同屋主呢, 廖先生呢, 就住在, 后面条街, 很近的, 那, 刚刚那天说起呢, 啊, 啊, 以前我总经理, 啊, 钟生呢, 他跟我说起, 啊,原来你又认识他啊, 是啊, 我认识他啊, 那个廖重爽生, 那是当年, 航空公司的总经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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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他家打牌的人,打完牌就会不煮饭,过来龙华,很近的,吃饭,现在吃先打牌吃饭 那小孩一早就过来打牌,大人打牌就在这里下面,那个动物园那里就玩了,有什么玩呢? 有三只孔雀,有一只白孔雀,我不记得,现在都不在了,贵天了,或者拿着煲了汤给你吃 不知啊,有三只孔雀,有几只鸡雀,不用了,听到就算了,听不到吗? 听不到,只有他用麦,我用麦,为什么要带袋呢? 是吗?带袁... 对,没错,卫妍用麦,他不够钟气嘛 他教唱歌,没错,唱歌透过麦都不好,失声 好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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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还有鱼呢,还有几只猫猫哦 现在呢,很惨啊,现在养五班猫猫 因为如果养猫猫,现在要去鱼龙处拿牌 那时候有很多猫猫的,沙田最出名猫猫 有个猫猫山,看到吗? 哎呀,在那里... 即是说上万佛指都有猫猫 没有啊,最出名的呢,不是猫猫,又不是孔雀 是鹰鹉,哇,这东西很厉害啊 这东西精通世界三十多种语字的粗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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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老友,港地老友,一来到,就走过去教那只英武 讲一句粗口了,所以他日文、德文、潮州文 法文、英文,什么粗口识,识三十多种 你没开声,他就问候你了,哈哈哈哈 那只成为一传,整个沙田最出名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呢,不过现在似乎不是在这里讲的 去到别的地方讲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想去找他呢,就迟些去找他 大家聊聊天 那只好像二十多岁了 二十多三十岁了 很老的,好,那只是沙田地标 大家有没有去过沙田呢? 那你问一问,有没有去过老牙 不是吃乳架啊 有没有跟天母聊聊天啊? 那,除了之外呢,还有猫猫英 还有兔子的 还有兔子呢,那些兔子呢,那些兔子很喜欢玩的 那在那里呢,就玩一天的了 那大人呢,就在旁边打牌 听闻呢,在旁边打牌呢,这里呢 是最高纪录呢,开过百多台 百多台牌啊,那里 哇,这个是着星震天,全世界都没有了 奇景来的 很吵啊,很吵啊 哇,打麻醉的人,听不到 打麻醉的人,听不到其他声音的 就是听到过去的嘛 哈哈哈哈 吃乳也听不到的,叫我牌的 他又吃了,原来吃了 那里面,就是下低这儿了 那,当年呢,龙华呢,最早呢 就有一个酒店,就是在这儿 叫做,红色四方屋 那这间呢,就是对面这间 你看看那间最古老的 之前有的,1938年开呢 这个中态,中老态呢 那天呢,鱼华华的呢 到当时呢,有八间房 现在有八间房 这个酒店,很多名字在中国 金融也有写过小说 借钱呢,什么家灵,什么 蕭芳芳,什么人都在那儿 上去的 为何会有酒店在沙田呢,原来沙田是很远的,原来是一个郊外的方圆 回大陆可能要来到半路中途,先踢一脚再去过 那么远,所以中间有个中途的酒店在那里 有些人上来,现在失传没有人去沙田沙堡 第三步就是你吃那个煮隔,第二步就是沙田鸡粥,第三步就是沙田豆腐花 沙田豆腐花就是用沙田山水做的,所以特别香滑 你吃完饭不要走前,最要紧要吃那个沙田豆腐花 不吃这个豆腐花就等着给你那个豆腐花,人家问你好不好吃 最要紧要吃那个豆腐花,还有用那个特别秘製的桂花糖 这个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我推销呢? 因为价钱便宜,贵一点我不能吃的,这个便宜 那你回去试一下沙田沙堡 吃完三步都,所谓的,就成了以后叫沙田 那原来这个地方有什么名字呢?不是叫沙田的,叫匿园 匿园就是很清的水,匿园就很清的水的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叫匿园就对了,就是沙田本土的地方 但几十年呢,要习惯了,现在一直都叫沙田 由村变成地区名,地区就变成村名 就是现在的滴园村和沙田的一年 好了,差不多一会再吃完饭,有空就讲过 毕言说有个老友叫他买书,有空可以出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